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原因便是它爆炸性的科学进步 另外 德国还能相当有效率的将其转化为技术进步 并借此显著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 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独特的德国原因 那就是德国在19世纪后期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产学研体系 这套产学研体系后来在美国进一步发扬光大 一直到现在 全世界的科研活动依然是由这套体系主导 简单的来讲 在这套体系里培养学生的中小学 创造科研成果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利用成果的工业界紧密结合起来 同时政府有意识地推动这种结合 提倡科学技术教育 推动技术创新的产业转化等等 如果大家在科研机构或大学做科研的话 就知道要申请 要可能fonding是从政府来 也可能是从工业界来 政府希望你能够做出原创的科研成果 而工业界则希望你解决它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就我的经验来看 这套产学研体系在现在的美国和西欧国家非常成熟 在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像样 而在19世纪 德国在科学建制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这套体系 而这也是德国在19世纪后来居上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根本原因 在19世纪和德国相比 法国产学研体系中缺的是产这一块 这导致法国虽然能够取得不小的科研成果 但它的工业转化效率却不高 最后还要从国外进口技术 但是法国也拥有规模很大的研究居构群体 说到法国科学研究的建制化 必须提到的就是法国大革命 在大革命前的18世纪 法国其实是有类似法兰西科学院一类的科研机构的 但法兰西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院一样 更多的是一个上流人士活动中心 大家只是交流交流 科研这个兴趣爱好带来的成果 大革命前的法国也有一些技术学校 但那些地方主要任务不是生产工程师 而是生产管理国家工业规划的官员 但法国大革命之后 革命政府一直到后来的拿破仑都试图重组科研机构 创立了很多大学和研究所以及技术学校 但即便这样和德国比起来 法国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从科研成果到技术转化 再到工业产出 每一步壁垒都很高 此外 法国科学家喜欢做理论研究 喜欢为知识而知识 特别喜欢做纯粹的数学研究 同时 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并不高 这样的情况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普法战争 法国惨败之后才发生了些许改变 法国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教育才开始受到一些重视 和德国和法国比起来 英国科研机构的建制化最晚 英国是上流社会文化残余保存最多的地方 19世纪初 英国仍然有不少人 是把科研当成闲暇时候的兴趣爱好的 对欧洲大陆的专业化歧视去吃之以鼻 英国在19世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学校出现 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科学成果和技术发明 但英国政府开始重视 并开始有计划的利用全民义务教育 为国家提供科学技术和工程人才 这已经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 总的来讲 虽然英国在19世纪做出了一些努力 但它在革新高等教育和建立技术学校上下的功夫 应该不及法国 同时它在有意识推动科学成就的技术转化方面所下的功夫 也不及德国 总的来看 德国 法国和英国要发展能够对技术进步和工业增产有支持的科研机构 这是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必须的 而他们面临的问题多少有些类似 他们都有传统的贵族阶层 这些贵族阶层可能对科研感兴趣 但仅仅出于好奇 而社会身份的象征是古典文化 要学会希腊语和拉丁语 要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四书五经 在传统社会 古典文化修养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 仍然是最重要的 这时我们讲 19世纪时政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兴起 必须要有新建制支撑 而新建制的出现 必然和过去主流文化的支持性建制 争夺人才 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在19世纪末开始被迫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并建立现代工业社会时 面临的建制化难题和西方列强类似 只是晚了大概接近一个世纪 在晚清 学习四书五经 参加科举应试才是正路 成为古典文化修养很好的儒家士大夫 在中国才有社会地位 同时据新建立的西方学堂学习科学会为人所不耻 不过 1905到06年 清政府废除了科举 这个举动可以看成新兴改革势力 即所谓洋务派和维新派 跟古典文化派 即所谓亡固派争夺人才的举动 改革势力认为 为了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极面 必须要让更多的人才去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从晚清到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难以获得和平安定的环境 去完成科学的建制化工作 这里边不仅有外部战争和革命的因素 还有内部认识不统一的原因 后来民国的时候 有些人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化本身就有问题 必须全旁改掉 进而喊出了打倒孔家殿等激进的思想革命口号 并不断掀起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革命 现在看来 这种认识是比较肤浅的 那些人可能不太了解 现代工业社会的运作方式 对近现代中国病根的诊断 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边指出 中国在晚清明初的问题 不是追求革新太慢 而是在不断的革新中 难以获得安定的局面 他说 欧洲之科学和机械 遂终无在中国社会安宁保养 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 感叹 社会欲动扰 则科学机械之发展 欲受催疫 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好了 这一节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